你爱她便宜 你爱她轻薄 此外她像个贴心的闺蜜 处处给你方便 然而 一个被塑胶淹没的世界 这样的宿命你肯定不会想要 对抗塑胶带的市集之战 在传统市场这一块 新北市开了第一枪 如舟的永平市场 所有摊商都不提供新的塑胶带 最常见的环保袋 它还可以收 就是现在家里面有很多的纸袋 然后还有就是 用量最大的这个塑胶带 没有自备购物袋 别慌 门口还很贴心地放置购物袋回收箱 另外还在超市放置 277处的REBAC回收箱 让袋子不断循环 推行以来成效斐然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已经节省了大约30万个 这个REBAC箱活化 然后再利用了 根据新北市环保局统计 逛一趟市场最多可用8个塑胶带 减速之后可降到一半的用量 而不速市场上线来 发现民众比想象中还要用心 就为阿姨提倦量身打造的 自制环保箱来买菜 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上面的手法是 对对对对 我把它换一下 因为我看那个海洋的生活很可怜 然后就能够不使用的话 或者是干净的你就收起来 但回归关键 还是在摊商的意愿 国菜店老板陈吴秀佛 每天都把用过的塑胶带 清洁再利用 回去晾干 学生上晾不干的话 还要用那个抹布 干净抹布再把它擦一擦 拿来这个再给客人装 有的来自盘商 有些则是从民众手里返还的塑胶带 满满好几大包 光整理就让生意多好几道工 但他说还有什么比环境更重要 他是不是有流到那种大海去 大海市你看有些那种精鱼 他们都吃了一大肚子 然后呢死在沙滩上 永平市场不提供新的塑胶带 消费者反响不错 但现实上确实吃力不讨好 因为人们对塑胶带既恨又爱 有时候真的截不掉它 像街边形的市场 可能就比较没有一个适合的角落来做放置 它出入口太多了 所以我可能在头这边放置一个 那民众在尾巴马上菜就跑掉了 像我们买肉类买鱼类 那会接触到食材的部分 我们还是建议民众自己自备自己的袋子 或者是保鲜盒 零塑胶带说得容易 其实没有偷懒的捷径 但再辛苦再麻烦 为了地球的千秋万代 你我怎能置身事外